事實上也是剛剛那個王大哥提的問題 就是說公民記者他的門檻到底有沒有 那事實上以我來講是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以剛剛大報王老師說的是 以一個公民的角度 那這樣子的角度 你的技巧沒有關係 但是你提出的是第一手在地的 非常直接看到現場的東西 所以我可以是一張照片 甚至是一句話 甚至有些時候你只要入一聲哀嚎出來 那你看在這一些 剛剛老師講的這一些 甚至是在你的臉書或是獨立媒體 那這個進去 根本你看那裡面 可能要去多看別人的公民新聞 就是看到怎麼寫 像寶寶姐有時候一段影片上去 也是一個報導 有時候劈發寫了一段東西也是報導 一句話也是報導 一張照片也是 那就是可以 我覺得我自己的角度會比較是像一個椅子 就是引導 大家去關注這個東西 所以我會認為 日常公民記者沒有門檻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自在的一件事情 你想就像你當這個好朋友 我要告訴他這些事情 因為有很多的落實 也許是一隻流浪狗的哀嚎 那個也是公民親吻 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浩基寶寶寶寶的實際的狀況 不知道大家 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這個事情 或者說 大家去怎麼想像這個事情 浩基寶寶他在 他在弄網池的事情的時候 因為其實他一開始是以居民的角度去關心 那邊有一批書要被你走 然後要改建 那去報導 可是我會認為有一個狀況 大家看怎麼樣 他換取寶寶寶有時候他是一個報告者 他是一個記者的角色 可是他有時候又變成是一個 很凸顯的公民的角色 他就錄一錄 然後他就跑去發言 說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大家可以去想像那個狀況 那個實際的狀況 當你是參加 參加那個 譬如說那個說明會 公聽會的人 你會對這樣的一個人 他的角色 你會覺得 他的角色是什麼 他是一個報導者嗎 他是一個記者這樣的角色嗎 那我覺得那邊會比較 被人家疑問的是說 因為 譬如說他去把花粉說 你都不要是樹啊 這樣子 對不對 那假設說贊成 一樹的人 一定有嗎 就是那個現場 甚至說贊成儀樹啊 蓋房子的人 他們對他的角色說 那你當你又恢復到記者的時候 你來採訪我的時候 我講的話你會不會把我扭去掉 或者說你甚至都不報導我另外一個聲音 會有那樣是不是會 不一定不一定是這樣子的 可是人家會不會有這樣的疑慮呢 這個不是問題 因為好奇寶寶的招牌就是全程錄影從來不剪輯的 不像你這麼多東西弄成五分鐘 我完全只要三個鐘頭的會議 我完全只要三個鐘頭的會議我就弄三個鐘頭 所以剛剛那個不是他們的 沒有沒有沒有 你要清楚 譬如說你知道你都不剪輯什麼 在說明會裡面我不認識你啊 我怎麼知道你都不剪輯 我只看到的一個狀況是 你一進來說我是公民記者我在記錄對不對 突然一下子你又跑上去發言說不應該怎樣怎樣 對我來講我不認識你啊 我怎麼知道你不剪輯 可是你要來採訪我 或是說我是里長你要來採訪我的時候 我說你這個人 到底你是 對你是什麼樣的角色我很迷糊啊 我很混亂啊 另外一個問題 就說人家不曉得你實際的狀況嘛 實際上我從來不去訪問這些人 我從來都是只是記錄 我都是在會議上或者說有什麼 我做記錄我不採訪 individual 個人 更別說那個我覺得他是 這是這是他跟我立場不同的我更不會去採訪他 這不是這個不是我碰到的狀況 你們聽得清楚好奇寶寶的說法啊 你們覺得怎麼樣 他是想盡可能客觀啊 不過我也還是 沒有啊 他沒有說要客觀啊 就是他說他全能紀錄啊 可是他不去採訪那些人啊 他就說他沒有另外 他是記錄這個會議 他說這個故意的 他說你爸爸剛剛講的是說他沒有去採訪 另外一群人的說法呢 我也沒有採訪我們這一群人 我沒有做任何的採訪好不好 OK 我只是記錄 當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假設說有人說要開發你有沒有錄起來 啊 就是說有人說要開發要把樹都砍掉你有沒有錄起來 當然有啊 這全程錄影怎麼會 除非我那時候在看別的東西我紛爭罰樹 即便全程錄影的話 這個影像的東西不同的角度的時候 其實啊 也就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這個還是可能會產生誤殺 雖然你已經進了可能的 這影像來講是比較特別的 你從某一個角度照他跟從另外一個角度照他 對別人的感覺來講會有不同的結果 唉 這個我就沒辦法了 這個我就沒辦法了 你問他剛剛提這個問題 我剛剛提這個問題 我們當然盡量啦 我們當然盡量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是以公民這個角度去當記者 我們也不認為說哪一個親哪一個重 而是說記者只是一個工具 我們想把我們這個公民這個角色發揮出來 那至於說公民的角色應該是什麼樣 我覺得每一個人有他的不一樣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我們就先不再討論好了 我大概講到這邊 大家有沒有什麼要問的 已經送一本了還有兩本 這本是我最近收穫很多 因為譬如說我在報導樹的題目對不對 可是我發覺我沒有專業者 譬如你在講這棵樹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就跑去上樹醫生的課 這是樹醫生他們的修剪手冊 然後你怎麼修剪樹 他怎麼樣改善那個土地基地 我覺得我受益很多 今天我就跟那個會長 他們這個愛書協會的會長 我們去看一棵老樹 我們去看一棵老樹 那個老樹我就講給他聽說 這棵老樹這樣的問題怎麼樣 他說對 你這樣說的對 所以我就覺得我以後在寫相關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深入一點 所以你要問問題 所以你要問問題 對 我問問題 我可以不是認識